宝序事件发生后两天 还未痊愈的绿谷依旧留在医院中 斯坦伊事件正冲上热搜 官方将一切功劳归功于职业英雄安德瓦 真正的幕后英雄绿谷 红胶洞 范田 并没有被公开 也没有被处分 他们所受的伤被当成是职场体验的意外处理 范田和他的母亲一起回到了老家 红胶洞伤势较轻回到安德瓦身边 继续职场体验 其他的同学们也在各自的努力着 将头发竖成大人模样的抱好 潮暴牛王提醒提问 英雄巡街是为了阻止恶徒犯罪 还有一个附加效果 你猜猜是什么 这答案当然是不对的 潮暴牛王告诉抱好 巡街的附加效果就是昭显英雄的存在 抚慰民心 花音刚落 这边就有熊孩子认出了抱好 小屁孩一句话直接把破好赶破防 这种极强与极其脆弱的自尊心 如果用在成为英雄的想法上倒是好 如果走错路的话 说不定要走入极端 历日来到了火象头的事务所 外表凶悍内心可爱的火象头 交出历日各种格斗技巧 这让本来比较柔弱的历日有了很大的提升 小梅雨来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海上事务所 每天在船上训练和打扫 渐渐小梅雨感到有些无聊了 英雄就是这样 站在聚光灯下的机会非常少 甚至有些人一辈子都是幕后英雄 交代过任务后 船长穿上潜水装置潜入水中进行搜捕 船长为海滩英雄 海豹人 个性是胡麻搬海豹 他的力量和海豹一样会发出像声纳一样的声音 锁定对方所在的位置 船员利用雷达一番搜索后并无收获 这时 海上保安厅传来消息 疑似偷渡客的渔船 正向着几方所负责的警戒海域逃来 船长也锁定了渔船的位置 他命令手下们关掉船上的灯光 悄悄向目标靠近 航行没多久 船舰就发现了目标船值的位置 船长立刻派出船员堵截 留下小妹鱼和天狼星在船上守候 海豹船长带着船员们强行登上渔船 搜查一番后并无收获 海豹船长执意检查渔舱 结果被偷渡客偷袭丢进渔舱当中 小妹鱼这边 天狼星利用顺服尔个性 听到了船长传回来的消息 这艘渔船只是幼儿 偷渡客在其他船上 天狼星推断出偷渡客所在的大致位置 命令船员立刻开船追捕 难道不用救海豹船长了吗 很快 他们便在一块礁石的缝隙中 找到了偷渡客的船 绑了放手人员后 小妹鱼三人潜入到船上 不料去遭遇敌人 戴维琼斯用触手抓住了船员和天狼星 以天狼星的性命为妖邪 胁迫小妹鱼帮助自己逃命 并要求小妹鱼告知同伴假情报 以拖延时间 小妹鱼决定相信船长 拿过通讯器 迅速把自己目前的位置传了出去 戴维琼斯怒不可遏 丢掉天狼星攻击小妹鱼 小妹鱼凭借自己敏捷的身手 躲到礁石峭壁上 利用舌头营救天狼星 戴维琼斯抓住小妹鱼的舌头 将它打倒在地 就在此时 水中出现波动 偷渡客的两枚手下被丢了出来 海豹船长赶来了 眨眼间被解决掉了 曾经叱咤风云的戴维琼斯 击拿偷渡客 经过这次任务 小妹鱼找到了属于自己 所谓英雄最重要的事 大概便是对同伴的信任 海豹船长给予小妹鱼很高的评价 虽然看起来是个孩子 没有执照 但已经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了 很快 短暂的职场体验便结束了 绿谷告别了恩师格兰特里诺 临变时 格兰特里诺对绿谷盲壮行为较于一番 他对战的是 没有使出全力的英雄杀手 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 但是格兰特里诺相信 等到奥尔迈特成为过去式的那一天 英雄笨酒的名字将成为和平的象征 同学们回到学校 继续英雄课的课程 由于刚刚结束职场体验 奥尔迈特决定 带大家玩一种狠心的东西 放松放松 这一次的英雄基础和内容 是充满乐趣的救助训练竞赛 地点是一个复杂的工厂地带 奥尔迈特会在工厂某处发出求救 同学们分成五人四组 一次一组进行训练 比一比看谁会最快救出奥尔迈特 造成建筑物损害要抑制到最小限度 话不多说 竞赛开始 第一组成员是绿谷 范田 韦白 赖驴 卢户 都是班上机动性比较好的学员 同学们纷纷猜测谁会得第一 这一组对绿谷来说并不是很有利 其他同学的机动性明显高于他 现在开始 赖驴一上来就凭借自己的个性占领高地 抢到最有利的位置 这种地形对于蜘蛛侠一样的赖驴来说 非常有优势 绿谷很快追了上来 在经过格兰特里诺的训练后 绿谷练就了一身跑酷的本领 这让同学们大呼一万 本以为绿谷只会正面和敌人对拳 没想到 他的身手也蛮灵活的 今天的结果是 绿谷因为狡猾摔倒被赖驴超越 最后由赖驴拿到第一名 绿谷虽然输了竞赛 但是他的表现得到了奥尔迈特的认可 奥尔迈特约谈绿谷 可后 绿谷一个人来找奥尔迈特 一进屋他就感觉气氛不太对劲 奥尔迈特少见得严肃 待绿谷作文后 奥尔迈特向绿谷讲述了 One for all不为人知的秘密 首先 One for all只能交给持有者 想要给予的对象 不会被人强制夺走 但是可以强制别人接受 是很特别的个性 此外 One for all是从某种原本就存在的个性上 衍生出来的 那个个性名为 All for all 能把他人个性夺走 据为己有 还能把个性给予别人 在超长黎明期 社会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变化的时候 因为发现了个性 人类的基准突然就崩溃了 法律变为虚无 文明也停止发展 在如此混沌的时代 有个人物很快统合了人类 他从人们身上夺取个性 借由压倒性的力量拓展势力 随其所欲为非所逮 很快 他就成为了罪恶的支配者 均临了全日本 这个负能量的历史并没有被公布出来 All for all 能把个性给别人 借此来统治他人 让他人屈服或者信赖 但在接触个性的人当中 大部分都无法附和 变成不会说话的木偶 就像脑巫那样 另一方面 被赋予的个性 也有可能产生异变 而彼此混合 那个家伙 有个无个性的弟弟 弟弟虽然瘦弱 但却是个正义感强烈的人 打从心底里 对哥哥的做法感到痛心 不停地与其对抗 面对这样的弟弟 这个家伙 一直被当成无个性的弟弟 他身上其实也藏着 自己和周围人都没有察觉到的 只能给予别人个性的 毫无意义的个性 积存力量的个性 和给予的个性相混合 这就是One for all的起源 而那个会夺走个性的人 有这等力量 必然是无法控制的 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 虽然在当时的形势下 无人能与之匹敌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终会衍生出 能打败那家伙的力量 到了奥尔麦特这个时代 总算打败了那个家伙 本来结局应该是美好的 没想到的是 那个家伙活了下来 作为敌联盟的首脑 再次开始了行动 One for all 其实就是为了 打倒All for one而传承的 绿谷总有一天 也要跟巨大的邪恶对决 虽然这很残酷 只要有奥尔麦特在身边 绿谷就感觉自己是无敌的 然而此时 奥尔麦特突然一眼面失声 沉默良久 最终 还是没能说出那句残酷的话 等到绿谷和邪恶面对面的时候 自己或许已经不在他身边了 职场体验结束了 紧接着同学们要准备的 是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 距离期末考试 还有一周的时间 向则老师提醒大家好好用功 因为考试不仅有笔试 还有演习试 也要同时锻炼脑袋和身体 而期末考试之后 将会举办临间合宿活动 大家听闻此消息 立刻沸腾起来 在这些单纯孩子们的印象中 临间合宿就是集体派对 无外乎就是露营 烟火 温泉 眼外BBQ 实在让人很难不期待 向则老师冷漠地宣布 期末考试不合格的人 到时候要进行地狱般的补习 向则老师离开后 同学们立刻崩溃 活动一个接着一个 体育季之后就是直上体验 大家只顾着干架和受伤了 根本没有时间在功课上下功夫 其中考试成绩优越的同学 洋洋得意 而成绩靠后的同学 则头皮发麻 痛苦万分 副班长800万主动提议 可以帮助成绩靠后的同学 补习功课 不管是数学还是古文 800万全部在行 毕竟 他可是期中考试第一名 800万也请同学们 周末到家里开读书会 自己会向母亲大人提前报备 订好讲堂 准备上好的红茶 对了 顺便提一句 800万可是大货人家的千计小姐 这里的千计 真的不是值提中哦 考试比试的内容 可以通过恶不课本来解决 可是实战部分 就不知道该怎么准备了 因为根本不知道考试的方向 向则老师只透露过 会从这学期的综合训练中出题 这个学期大家经历了战斗训练 救助训练和基础训练 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吧 隔壁B班的武剑营人 跑过来对A班同学冷嘲热讽 被B班班长全腾 一个大逼都打晕拖了回去 全腾同学向大家透露了 期末考试的实战内容 大概就是类似入学考试时的 机器人实战演习 因为认识学长 所以全腾能得到一些内部消息 A班的同学们得知和机器人作战 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大家都是从入学考试来的 都经历过机器人战斗 这一点能力还是有的 再加上笔试部分交给800万 那么期末考试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 周末需要补习的同学们 来到800万的家里 看着800万家的大庄园 同学们陷入沉思 原本以为他们家只是有钱而已 没想到这么有钱 同学们开始了紧张的考试复习 很快期末考试来临了 在800万的帮助下 卢虎等人顺利打完了试卷 三天笔试结束了 到了让人紧张激动的实际考试项目 因为大家事先已经摸清了情报 大概知晓考试内容 所以根本不慌 只是这场考试 监考老师是不是有点多呀 老师全明星阵容好像都来了 这时校长跳出来 向大家宣布了实际考试内容 和初学考试差不多 但是因为种种因素 需要做一点小小的变更 在实际考试中 学校更看重的是对真人战斗的表现 所以这次考试的内容是 同学们两人一组 和学校的老师对战 组员和对战的老师 已经由教师团决定好了 下面公布最惨的两组选手 第一组是800万和红胶洞组合 对战向子老师 第二组是绿谷和爆豪组合 对战欧尔迈特 之所以实际考试会做这个改动 主要是因为保虚事件 学校担心英雄杀手 与敌联盟有所关联 造成恶徒活动更加猖獗 以后的社会会更加险恶 与恶徒和对战也会更加激烈 机器人战斗训练 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需要 为了不让学生们再遭遇危险 学校能做的 就让学生们变得更强 于是教师团全员 通过了这一改动决策 校长公布了所有的组合和对战老师 考试时间为30分钟 同学们的任务 就是将目标老师靠上手铐 或者一组中其中一个人 从关卡逃脱 就算通过 这次考试非常接近实战状况 教师团要求学生们 将目标老师当成恶徒 假设遇上敌人 能当场打赢是最好的 实力差距若太大 逃脱去请求志愿才是上策 这一点 绿谷三人在经历斯坦伊事件后 深有体会 听命受到威胁时 无需逞强应战 所谓上策才是明智 至于要打赢还是要逃走 就要看同学们在考试中的判断力了 鉴于老师与同学们相差太多 教师团决定 给对战的老师额外加上负重 算是给同学们降低难度 第一场考试开始 由沙藤和切岛对战水泥丝 水泥丝利用个性制造了许多水泥墙 切岛和沙藤使用了最笨的方法正面突破 结果就是两人很快被耗尽了体力 而水泥丝轻松将两人打倒 这场考试 故意让同学们应对比他们厉害许多的老师 关键就在于让同学们思考 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占据上风 硬碰硬是最傻的方式 看到这考试比想象中还要难 绿谷的头上流出冷汗 最关键的是 他和暴豪的对手是欧尔迈特 更让人头大的是 暴豪根本不和绿谷商议战略 两人不是一条心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第二场考试马上开始 让我们一起期待小梅雨和长安同学的表现吧